大家好,几内亚发生了军事政变 几内亚的叛军5号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总统孔带,并解散了该国政府 与此同时还发布了控制孔带的一张照片 但是我从照片上看,这个人并不像孔带 就是封面上那张照片 为什么呢?孔带现在已经84岁了 你从照片上看,这个人明显不是84岁的老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叛军并没有控制住孔带 那么孔带的政府也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几内亚的特种部队对总统府的袭击已经被击退 目前几内亚的局势还不明 那么5号的时候,几内亚的特种部队 冲进总统府,包括国防部 还有几内亚的总统府都传出枪声 几内亚的军队对卡鲁姆区进行了街道的封锁 现场也传出枪击 目前造成两人受伤 几内亚官员表示,总统孔带并未受伤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25名涉嫌政变的军人已经被逮捕了 我现在获得的消息 那发动政变呢,是几内亚特种部队的上校叫马马迪 杜姆布亚 这个人呢,曾经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 几内亚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孔带啊,他是去年大选刚刚上台 去年的10月18号啊,几内亚举行了这个大选 那么孔带第三次当选几内亚总统 孔带当时的得票率是59.5% 他当时呢,去年啊,去年当选的时候已经82岁了 他是2010年当选几内亚总统 几内亚大选呢,他这个选举制度啊 当选者呢,可以任期6年 也就是啊,这个孔带已经干了12年了 如果再干6年,就是18年 小20年执政几内亚 那几内亚的这个总统选举啊 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 首轮投票超过50%的候选人啊,获胜 这个孔带啊,支持率很高啊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长期执政几内亚 也造成了几内亚相关的这个轻壮派 或者是相关反对派吧,对他的一个反对 非洲现在呢,就是这个情况啊 民主到了非洲以后啊,被很多非洲当地的独裁者 实际上拿民主制度啊,进行独裁 那几内亚就是个例子啊 这孔带已经干了三届啊 到今年这个三届20年了 民主选举啊,我干20年啊 80多岁了 你想,他再干6年到90啊 那不就是终生独裁了吗 他可能死在总统位上啊 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 我觉得未来啊,几内亚这个政变还会 还会再发生呢 你想这个80多岁,快90岁的总统 一直在干 几内亚其实也很腐败啊 相关的这个腐败的一些细节我就不多讲了 非洲所有去过非洲的 你就知道那个腐败程度了啊 从埃及到几内亚 再到南非 那非洲我去过啊 到了机场 首先你得给小费 不给小费 你根本寸步难行 所以非洲的腐败啊 我觉得是根本根除不了的 那像这个几内亚这个总统啊 等于是一生都 我觉得是一生 一生从政 一生执政 那未来政变一定还会发生 这就我说啊 西方给了非洲民主制度啊 但是民主制度在非洲啊 在这个相对落后的非洲实际上被 很多别有用心的独裁者利用起来了 用民主制度独裁 就是民主的独裁 所以我说啊 这个民主制度到了非洲以后 为什么非洲发展不起来 根本原因就是民主制度不适应于非洲的生产力 非洲现在呢 如果是这种民主制度啊 造成很多 其实社会的动荡 你可以看看这个几内亚这个政变 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一个退伍士兵 几个人几条枪 二十多人啊 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 掌握政权以后呢 他不又成独裁者了吗 就这么循环往复 你说非洲能有个统一的政策吗 能有一个统一的建设的计划吗 也没有 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人 发动政变 推翻他 下一个人再上来 你七十年代 那个法国当时控制非洲时候 就使用这个办法 不断的换总统 换领导人 不听话就换 甚至当时法国几个士兵 跑到一个非洲国家 直接就政变了 那非洲国家那个总统直接跑了 拿着钱就飞法国了 因为他根本不在那个非洲待着 太搞笑了 这民主制度啊 民主制度你看在法国很好 一人一票 到了非洲就是噩梦 所以我说啊 这个民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 那几内亚这个事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平息了 那中国大使馆呢 也发布了紧急的通知啊 关于几内亚安全局势的 紧急提醒 2021年9月5号上午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多地发生 枪声 鉴于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 中国驻几内亚使馆 特紧急提醒在 给中国公民 避免外出 加强防护 保障安全 如遇紧急情况 请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及时报警并与使馆联系 当地报警电话117 几内亚使馆领事保护协助电话 加号224-664-006622 这是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发布的紧急通知 那么在非洲国家 你去过非洲的就都知道 非洲其实交通也不太发达 它技术设施非常落后 非常原始的 即使报警了 那个警察能不能到都是回事 所以我现在还是提醒 在非洲 在几内亚的中国人 现在还是能不外出 不外出 我还是非常关注非洲的 因为我以前去过非洲 我对非洲还是有感情的 非洲老百姓很善良 非洲老百姓其实跟任何其他种族一样 都是想过好日子 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但是你个政府啊 它老变 都说民主好 民主好 我们也相信民主 搞了民主以后呢 一塌糊涂 这上面争权夺利 把这国家的钱 这点资源 卖给西方 卖给法国 特别几内亚都说法语 卖给法国以后呢 换成钱 然后呢 全家老少 移民法国 几内亚当地老百姓呢 就剩下民主了 我告诉你 他们就剩下民主了 什么实惠都没捞着 怎么办呢 聪明的 我说吧 身体好的 踢球好的 搞到法国去了 长得漂亮的 也跑法国去了 你说几内亚还剩啥了 笨的 踢球踢不好的 脚臭的 是不是 长得丑的 男的女的 都是 就剩下这些人了 非洲大陆成了啥呢 你可以想想啊 民主最后把非洲变成什么样子 独裁呢 你反过来说啊 独裁也并不好 但是法国给了非洲民主 实际上利用民主在掠夺非洲 而非洲的有些独裁政府啊 还真是把非洲建设了一下 因为他真的啊 这个独裁政府啊 有的时候还真是能建设一下非洲 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个独裁也好 民主也好啊 真的你不要一概论 它真是工具 不同的一个发展阶段 你用这个不同的啊 这个政治制度或者不同的工具 确实有不同的效果 非洲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政治上不稳定啊 地缘政治非常动荡 而且非洲的资源非常多 像非洲呢 其实是一个宝地啊 非洲有好多资源 好多矿产 但是因为政治不稳定 很多这个资源都被一些发达国家 廉价的掠夺了 用武器用刀用枪用炮就换回来了 留给当地人呢 是什么是屠杀 对吧 你看那电影 对吧 那电影什么雪钻呢 讲的非常清楚 那钻石啊 价值连城啊 就当了当地老百姓 饭都吃不上 为什么 就为了那个血钻 换回来的钱呢 换成枪换成炮 互相刺杀 这就是啊 西方给了非洲这个民主 其实就给了西方的动荡的源泉 通过这个民主制度呢 来控制 控制非洲 当年这个民国的时候 中国不也是吗 军阀混战 拉一派打一派吧 把中国二十一条一签 中国那儿资源 西方 全都掠夺了 中国那帮军阀 打得不亦乐乎 互相争夺 争夺地盘 不一样吗 最后 其实中国怎么走出 非洲这个陷阱啊 这个民主陷阱啊 其实就是中国 中国这个 说白了 共产党嘛 最后执政 一党统一天下 打破了这种原本的西方 用民主垄断中国 控制中国 造成中国这个动荡 所以我有时候看啊 这个非洲其实最 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是政治上的问题 并不是先发展 你政治上动荡 你再发展 发展出来 任何事物最后都会因为 政治的动荡 动荡啊 化为灰烬 大家想想 当年中国 三十年代 黄金十年 那时候日本都害怕 这中国再发展 是不是要超过日本了 黄金十年 国民党那个时候 待着中国 三几年吧 三一年到三七年吧 那个时候 黄金十年 那中国的经济腾飞 结果呢 日本一侵华 对吧 三七年一侵华 整个就完蛋了 你之前十年 你搞得再好 最后还是政治不稳定 外部一侵略 整个就动荡了 所以还是第一个 就政治稳定 能有国防 保证不受外敌的入侵 你看中国都解决了 中国现在政治制度很稳定 中国有核武器 外敌 哪个国家不敢入侵中国 中国不入侵别的国家不错 你看中国就可以什么 长久的发展 几十亿人 对不对 这么大一片 领土 带领这么多人 稳定的发展 这哥非洲不可想象 非洲 各个击破 你非洲现在才联合不起来 而且非洲的地缘政治更复杂 各大国都身手 要这个资源 所以我说 非洲非常可怜 政治上联合不起来 经济上 不管怎么发展 最后其实都被大国 带到地缘政治陷阱里 还是发展不起来 所以我说 非洲非常可怜 其实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那些现在想要把中国 也带进这种民主怪圈 带进这个非洲陷阱里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 都是有别有目的的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中国人不能上当啊 我觉得 看懂你今天几年啊 这个政变 你就想想中国 你想想非洲 其实中国现在 稳定的发展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中国 从这个五四运动以后啊 中国人就追求 救国之路 最后我觉得中国还是找到 首先就政治上稳定 不受外敌入侵 研究出核武器 这两样以后 整个中国就会稳定 政治上稳定 国防上稳定 那中国就可以谋发展 这是两个主因 你再看看非洲啊 非洲也缺少这两点 如果非洲能造 能什么 能政治稳定 非洲国内的地缘政治 国内政治 各国家之间 对吧 没有没有这种竞争 能够统一 政治上稳定 然后非洲不受外敌入侵 外国特别像什么 法国英国美国 在那没有军事基地 没有没有军事的干预 非洲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非洲就很可能 能像中国这样 非常稳定的发展 但现在很难 所以说 非洲大陆呢 我觉得未来 还是会非常动荡 其实也是提醒中国 中国现在这个和平 非常来之不易 所以有时候 我在油管看别人说 说什么民主 自由 我就想质问他们 民主这么好 怎么没带给非洲 发展 没带给非洲 让非洲人过上好日子呢 非洲都民主 那几内亚也民主 都想质问这些人 今天就说这些吧 我这马上睡觉 不想多说什么 其实都明白 你看看今天几内亚 几内亚这个事 你再看看中国就明白了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清楚 中国现在这个稳定发展 来之不易 几代中国人 从五四的时候就开始追求 救国之道 其实就这两点 首先政治稳定 然后就是 没有外敌入侵的危险 中国人内部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样中国其实 可以有个稳定的环境发展 其实中国 中国这个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只有中国人自己 能阻挡自己的发展 因为外敌只要不能干预 中国取代美国 超越美国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非洲没有这个幸运 非洲早早的就被西方殖民了 各个非洲国家歧视人 联合到一起去 这就是非洲的悲哀 今天就讲这些